你怎麼會把普通車跟所謂的直達車的票價是一模一樣 林口人怒吼 集結票太貴 議員要求腰斬 浩斯前議員的機場捷運 渴望在明年春節就能通車 有直達車跟普通車 依照停戰術區分票價 這個票價好從最高限是160塊 那最低限是30塊 尤其沿線新北林口居民 期待捷運通車後進出雙北更便利 在集結公佈 台北車站到林口站的普通車票價 單趟要100元 換算下來 通勤組每天往返北市一趟 要花200元 一個月30天 至少得花6000元 負擔可不小 普通車是要給通勤組來使用的 讓大家能夠大量的搭乘 如果你把它落在100塊錢 這個對我們林口這邊眼線的這些民眾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 你怎麼會把普通車跟所謂的直達車的票價是一模一樣 林口居民反彈聲浪大 已有超過4000人連署 要求新北市府向交通部和陶傑公司要求降價 對此陶傑公司提出折扣試算 以長庚醫院站單程票價90元為例 月票打7折 計算的天數 再乘以實際上班21天計 折扣後從3780元變成2646元 菜數均批誠意不足 月票打7折 根本是做半套 以提案連署比照淡水線 將直達車票價打對折 《突發中心台北報道》